我居然用错了40年 就这些小东西您也未必会用 交给咱们的孩子 可别像我似的了 先说这个便利贴 你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 从下往上撕这么一撕 然后给它粘在这 跟人留言的 你看翘着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从侧面一撕 然后这样一贴它是平的 才能看到上面的字 对吧 经常用的美工刀 前头的刀片炖了 怎么把它掰下来呢 很多人是用钳子 哦不行啊 那个实在是太危险了 大家注意这么做 你看把它推出来 然后这儿往后一来 这下就锁住了 后面这个黑色的三角 是能拿下来的 这上头呢 有一个黑色的槽 这个就是掰刀片的 一个小工具 把这个刀片放进来 注意啊 千万不要露出头 不然的话会伤到手 掰下来的刀片啊 一定要记住了 放到一个包里 然后呢粘起来 不要伤了还尾工人的手 好 这样可以扔了 碳酸饮料 想饱气怎么办 给它挤挤挤 挤到不能挤 盖上盖 它就一直都是有气的 傻口大 我敢说99%的人 不会用和尺 你信吗 买家具 尺寸可不能量错了 尤其是那种 霍老贵的红木家具 要不然就亏死了 是吧 你怎么量 你看尤其是内尺啊 特别容易量错 你是这样的吗 不准 您说了 那怎么量啊 就这么大大方方的量啊 就这样 聪明的你肯定说 不对啊 那尺子的尺寸在哪呢 一般和尺上都会有标注 这个尺子的宽度是60毫米 所以这个的尺寸就是 27.5厘米加6厘米 等于33.5厘米 我数学太棒了 会用和尺了吗 亲们点赞收藏去吧 导演